Hey Guys! 歡迎收看奇音的桌遊世界 好,接下來 我不是說過嗎? 最近我去過新竹棒球場 然後去過很多的地方都跟棒球有關的 我今天要來介紹一款 跟棒球有關的所有遊戲 那就是 酒局下半 這是由台灣發明的一款遊戲 非常的輕快 然後可以供一個人或兩個人可以玩 一個人的話他會有自己的劇場模式 兩個人玩的話那就是像平常一樣 你看棒球有酒局下半 就酒局下半的時候很緊張的那個情況 你有看昨天那個 衛拳打兄弟那一場就知道 那個昨天那個月東華 滿壘 兩好三壞打出那個在肩結殺那個 超級戲劇化的 他打到12局 其實非常的非常的久 非常的刺激 這是待會兒會用到的 那個就是 兩個人對決的 那個他有分外角球內角球 我打開給大家看 外角球 內角球 外角球 內角球 高球 以及低球 這是 紀錄那個 跑球壞球的基本板子 他其實如果假如說你不玩角色效果的話 那其實也是可以玩的 那如果想玩角色效果的人的話 會覺得說這個遊戲非常有趣 阿當然研究得越久 這個遊戲的樂趣就越多 好 那 稍微告訴大家一下 投球方有兩顆骰子 骰子 這樣子 他有分 S C 跟B 這是參考用的那個 擊球幫助卡 待會兒 兩方進行的時候 會用到 其實非常的實用 就是看著這個錶來操作說 最後打擊之後的結果 這是那個 好球壞球也在用的旗子 通常會擺在 比較顯眼的 地方 會先把它擺在外面 然後等到有在紀錄的時候 就會把它 那個放進去 然後 出局用的骰子 是用白色的 然後 跟那個 好球壞球的 也是一樣的 米寶 他是 跑者 他跟一般的米寶不一樣 他頭上有帽子 非常可愛 對 等到 雷上有人 上雷的時候 就會用到了 對 他就有三個跑者 為什麼呢 因為 萬一 一雷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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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再打出一個安打 就跑到我本壘 所以不用第四個 那個拋類的米寶 也就可以 也就可以結束比賽了 因為他 你就把它想像成九局下半 對 就是這樣 那我先開個電扇 然後待會再繼續的介紹 稍等我一下 這個指針其實很好用 老實說 每次我都拿他來壓 他其實可以拿來壓速法 壓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甚至那個手機 的那個 放 那個支架 就是 斜放 那個他也非常有用處 很感謝就是 去台北 那時候去故宮 的時候 送我的那位先生 他是 國防 國防部空軍 司令部 不得 那個 裡面的人嗎 還是設計帽子的人 有點忘記了 反正他送給我 感謝他 對 希望他還記得我 好 那我就繼續掃 就是疲憊在用 用的 然後他的 那個 外角 高球 這個小小顆的是 等一下我會介紹那個 投手他的那個 特殊必殺技技能 在使用的 我會想要介紹這款作友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 呃 台灣很少在介紹這個 這款作友 而我聽到的是有香港的 香港會直接講廣東話 廣東話的話 如果沒有翻成字幕的話 是 聽不太清楚的 那我就不玩一個人 一個人的其實我沒有操作過 覺得有點可惜 上次去蘭嶼的那個小弟弟 他 沒事 要我的牌 我其實 就是 還蠻痛恨 一種的 就是 明明知道那個是別人的東西 然後你卻 你卻破壞人家的那個 破壞人家的 所珍視的東西 那種人 真的十分可惡 他每個球員都有屬於他自己的號碼 對 就是 他的 那個 投手跟打者 是分開的 但是我也沒有 在怪那個弟弟不好 因為 弟弟看到那個 很可愛的那些球員的那個圖片 他就有興趣 對 我找到第四顆米寶了 總共有四顆 哇哦 那 那我剛才說錯了 修正一下 是 三、四個米寶 那弟弟長大之後 就會知道 萬一如果自己珍視的東西被破壞 那 心情會非常的吵 老實說我已經算是 脾氣很好的 人 我不隨意生氣 因為我知道 隨意生氣的 後果是怎麼樣 因為老實講 有一段時間 我的 情緒狀態沒有 沒有說 說到很好 但是 不是 不是 因為是 跟人家的起衝突還是怎麼樣 就只是覺得說 呃 想要 那時候就是 打針完之後 想要 就是 呃 心情很悶 想要出去走一走 然後 想要去 做一點運動 然後就被 那個疫苗的 副作用 那個就是 你知道的 打針之後 就是不能 多走 那時候 不信邪 我就 我就走動 然後造成自己的夾離子 夾離子失衡 然後送去醫院 然後 醫院就覺得說 我 我是不是有病之類的 我覺得 這個我不怕講出來 其實 唉 反正事情就過去了 我只知道 醫院 醫院 對待那個 病人的方式 沒有很好 那空間小小的 然後 把門鎖住 然後 明明就沒有做什麼事情了 那個 兩個警衛跟 兩個 兩個護理師 唉 四個人 對付我一個人 沒 沒理由抓我 說 說是 說是在保護我 屁 保護我的話 那是抓我 抓到那麼大力嗎 所以呢 我就在反抗的時候 不小心 踢到一個 那個保全的下巴 然後他就瞬間 崑過去 崑了差不多一分鐘 那個 超天凳 那個不要選 那個 那個是不小心觸發的 那個 那個被踢到很痛 唉 老實說 有學過運動的人就知道 怎麼樣 使用自己的重心 對 我了解 所以 就是我會謹慎的使用 我不會 不會一直使用 因為一直使用 那個 自己的力量也會消退 然後 而且 觀感也不好 對 所以小朋友不要模仿 對 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 總共有18位球員 然後 每張卡片其實都 都還沒有有趣的 對 對 就一張一張給大家看好了 對啊 這連小朋友都喜歡了 那 真的真的是好卡片啊 其實有很多人講說 小朋友不懂桌遊 那到底是不是要讓他玩 那我建議是 他如果 當下能 專心的聽你 聽你說 並且想要有玩的意願的話 那其實慢慢教他 何償不好 而且桌遊 是 老少嫌疑的 運動 你 你不要 因為覺得麻煩 你就不教他 你這樣子的觀念 反而 反而是 呃 扼殺 扼殺小朋友的 那個好奇心 這 這對 這對一個 交桌遊的人來講 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桌遊這種事情 不是 不是強迫性 是 有心想完的人 才會想加入 他跟工作不一樣 工作有時候 不一定是 你興趣 你就想做 有些人做的 很欲阻啊 但是他還是要做 因為沒辦法 被生活所逼嘛 就每個球員 其實都還蠻 還蠻好看的 就是 有時候 台灣桌遊進步的地方 就是他設計的 非常好看 忘了告訴大家 去哪裡買 去博更利買就好 你去新時代 或者是去其他的粉店 基本上他就會 就會玩這個遊戲 而且老實說 那個新時代的 那個男店員 教的非常的好 我覺得非常 非常棒 然後我先整理出 投手跟 打擊者 待會 待會才方便的 去做一些解釋 我先跟大家講 待會的話 打者方 他的手 手背是不能重複的 你應該知道打棒球 那個 1到9棒是 不能重複的 但是我們只想挑 6月選手 但有一個例外 就是工具人 工具人他什麼位置 都都可以守 什麼位置都可以守 所以 不再此限 而投手你可以拿出兩位 他會寫出 那個他的 那個特性 他就寫說先發投手 或是 一般的投手 就是看他的能力 好吧 那我假如說好了 我先 我先請那個 好 那今天先從 投手方開始 開始挑選 我就先請 先請投手方先 選出他想要的 那個 兩個 兩位投手 好 那我就選 小英雄 他是一般的投手 然後再選一位先發投手 那就選 女兒當志強的 秀坡疏佐 先發投手 然後 那待會要進行的時候 嗯 投手方是 左側 打者是在右側 現在是因為我的 桌子的關係 就是有限 所以我先這樣講 其實你可以依照場地來決定 你自己要放在哪一側 基本上能玩 基本上都ok 先發投手 就先 這樣子放 他是橫著放 你才看得到他的技能 然後還沒用的小英雄 你就把他直著放 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知道 那我剛才有講過嘛 這個 疲勞底下有兩顆小球 好 那我們要先翻到他的必殺球器 就是他的高球跟外角球 這是他的必殺球器 當每次使用 高球跟外角球的時候 他的體力 體力就會 下滑 就是 魔動 然後直到什麼時候 可以恢復體力 就是 解決一位打者 就是造成出局數 好 那待會要怎麼算說 怎麼恢復皮擾子 那就是 這樣子算 就是說 每一個 我想一下喔 這個待會我再講 我先把打者先選出來 那打者的部分 我就隨便選 目前五位了 那再選個中外野手好了 好就這樣子 然後 呃 其實跟 其實跟那個投手一樣 他就是 第一個出場的選手 他也是一樣 橫著放 然後第一位打者叫做 漢納棋 游擊手 游擊手 好那 待會完之前 我們會先互相講一下 就是雙方的 雙方的 就是能力 就假如說我先講投手 好我先介紹投手的 呃 他是先發投手 左手型技巧的 好 然後 紅色 紅色如果猜中的話 是控制結果加1-1 就是說假如說 這是投手手 我想隨便 好 骰到五 我可以決定說 我要加1-1-1 然後 看著參考的板子來決定 你有發現上面也寫 揮棒 大於控制 揮棒等於控制 揮棒 沒有應該說是揮棒小於控制 揮棒等於控制 揮棒 大於控制 這邊 好 那你可以依照上面的表來決定說 你到底 到底要怎麼操作這個戰局 對 那你有沒有看到擊球兩個字 擊球兩個字 當只要一發動的時候 雙方就要互相骰子 好 假如說投手骰到6的時候 他就要講 OUT 啊 如果是打者 要喊SAFE 這是比較簡單的那個 講法 好 接下來 剛才有沒有看到 就是 他有那個 搖中球星的部分 他上面寫說 如果 打者 對 好球的球種 骰出6的時候 而 打擊到球 就是擊球 進攻方可以再死骰一次 如果結果是3-6的話 那就 跳過跑雷 就是 就是這邊 他會有一個參考 就是 一雷安打 二雷安打 全雷打 啊如果骰到1-2的話 那就像剛才一樣 就是要 那個 直骰子的動作 就是要 就是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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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5-6 然後 看誰的反應比較快 就是像跑雷一樣 對 哈希哈希 嗯 嗯 基本上 只要 忙到一隻 二雷安打以上 那基本上遊戲就結束 你就把他想像成九局下班 好 廢話不多說 嗯 他如果 好我繼續講投手 他如果 白色猜中的話 他可以重拾任何投骰 啊 你就是這樣子 啊我被小心骰到1了 啊 那我想重骰一遍 好就可以重骰一遍 然後接下來他的紅色跟白色都猜中的時候 就是 他的必殺球機就是 不會 不會被驅逐出場 或選擇兩次 必殺球機 嗯 其實還蠻厲害的 他的必殺球機是拓曳驅球 把任何好球的結果變成C2 C2 來 大家來看一下C2 就是C2 就是這邊嘛 擊球階段 好 那 下次投球的話 控 控那個 直控制閃 就是投球的那個骰子 如果結果唯一的話 他就會被驅逐出場 這就是 使用必殺機的結果 他為什麼 最拓育取球是 犯規的呢 因為他有一個去世他旁邊有寫 雖然1920年頒覆禁止拓曳驅球 但還是有17名投手合法的使用他直到19 三四年 呃 拓曳驅球 老實說 有看過職棒的人就知道 他就是有點像是 呃 外部只加上球 然後繼續增加他的旋轉力 然後 然後 技能讓打折打不好 或者是打不到 就 你 你可以想到現在 什麼 松椒油 還有一水有的沒有的 就是很多很多 很多 很多 慣用用法 就看威迪姿那一場那個 松椒油那個事情 那個詳情請看台人 台人 或者是史丹利 的那一集 他們講的會比我詳細喔 對 我沒有要稱他們的意思 但是我是他們的忠實觀眾 欸 感謝 好 那投手的介紹完之後 那我再介紹打折的 那一樣 拆到紅色的話 揮棒骰 加1-1 好 那就剛才 就不用我講了 好 隨便骰 骰到3 然後我講的加1-1 我自己決定 那白色的話 一樣是 重植他自己也揮棒骰 就是打折的骰子 好 他的 必殺球技就是 平灰 可以把C 當作是S 然後 他的 那個兩個都猜中的話 可以選擇 兩次 如果 壘上沒有跑者的話 可以選擇三次 就是 呃 我想一下喔 就是他的必殺 就是可以把 那個 C 當作是S 就是人家說 兩格都可以使用 看哪一個結果 對他有利 他都 他就可以使用 對 大致上 就是 這樣 上次去跟 那個 柏根蒂的那個 電源玩的時候 其實 體驗是非常好的 他讓我感覺到緊張 他 他問我說 要當投手 還是當打折 我說當投手 他說 哇 很少有人說 要當投手的 因為投手 的那個 還蠻困難的 就是你要防守的部分 壓力其實非常大 你看那個 昨天 昨天的 昨天的那個比賽 就知道 那個 衛拳對上 那個 中興兄弟那一場 你在蠻雷的情況下 你 你要如何 你要如何去解決打折 然後避免 不必要的試壞球 你就是很難很難慘很難慘很刺激很刺激的一個活動 對 很多人都覺得說我在 講一些那個 廢話 但是我 這個人就是 很想要 練習 說話 因為老師說 多有這種東西 就是要持續的練習 持續的練習 才會教的 越來越好 那我們就 實際操作一次吧 OK 那剩下的打者 就把他放在 觀眾席 反正你們 你們 你們 你們買了 就知道剩下的打者是誰了 反正 呃 派出去的 都是精銳 每個打者都 還蠻厲害的 就是 有一些都是Bug Bug 那稍微給大家看的就是 執行之前的樣子 就是 我是 其實是隨便擺 其實是 只要舒適就OK 來 給大家看一下 稍微拉長一點 很好 跟觀眾一起說 嗨 這是 投手陣容 打 者陣容 圖板 在這裡 擊球幫助卡 投手陣容 好 OK 以上 那就實際的操縱 一次 是 我沒有要操縱完 因為 就跟我之前講的一樣 這是需要兩個人 一同配合的 那只要操作一輪 喔 請 準備 OK Start 首先 我要先塞囉 好 好 結果是 B6 B6 好 這是參考的 好 換他骰 就是打者骰 哇 6 哇 平手 來 看幾下 B 平手 那就是壞球 不對 應該 我稍微澄清一下 好 那我再把他挪回去一下 應該是 這樣子講 還沒骰之前是先拆 兩方的 這兩個 那我就 因為我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操作 所以我閉起眼睛我就隨便弄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好 假如說公開結果是 我這邊是 外角 低球 那那邊是 內角高球 好 他沒有猜中 對他都沒有 他都沒有猜中 所以卡片的話 那就是 沒有猜中的放底下 有猜中的 放在上面 那就是我在上面 他在下面 因為他都沒有猜中 然後我的 都有 然後 我剛才有講過 有使用過 外角 他的必殺器是 外角高球 但是他有使用外角球 所以 體力 就下滑一點 好 接下來 才是骰子的動作 重骰一次喔 如果再骰到6 那我也沒辦法 好 好 好 這是 結構改變了 是 S5 隔來幾拜 打折 Hockey啦 好 這次是2 那我 這時候可以 操作 就是 看一下喔 他都沒有猜中 那 就是 使用 那我就使用 加1好了 那我就把它改成6 那 結果就是 他的揮棒 比我的 頭球 還要小 然後是好球 這邊 這邊 就寄一個好球 那 那我要操作到 上壘或是一個出局嗎 好 那觀眾都沒講的話 那就是 操作 一個打席 一個打席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 現在我投出一好球了 那接下來就跟剛才一樣 蓋著 然後 不要讓對方猜到 你要的球 入 好 這時候揭曉 那 我是內角高球 他是 內角低球 所以他猜中了內角 但是沒有猜到我的低球 那我的高球放在這裡 內角放在這裡 然後大概是長這樣子 有看到嗎 猜中的往上面 沒有猜中的放下面 好 接下來就是 塞塞子的時間 Hockey S2 SK2 好 換另外一邊 好 他這次塞到4了 所以 我們再審核一次 高球我有使用 我就把它移到這裡 疲勞值 在這裡 就剛才 我投的球 展在這裡 有看到嗎 好 就是這樣 然後 接下來我們先執行一下結果 然後看看他有沒有改變 他是S 然後他的數值 比我大 就是擊球階段 擊球階段 擊球階段我剛才講的嘛 兩邊之塞 好 兩邊平手 那就看誰 趕快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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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 我們就讓那個 打者趕快說Safe 好 他就上雷 好 這個是 示範賽啊 不是我要放誰 就Safe 他就上雷了 哇 恭喜恭喜 好這時候 就沒有人出局 然後 可以恢復兩點的體力 因為到三壘之前 如果打者站在三壘 三壘的話 是 回復一點體力 啊到二壘的話 是 回復兩點體力 啊只有一壘有人的話 那就是 回復三點體力 那我就回復 兩格 好以上這就是 目前的操作 二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 可以 就 親盤好友一起去桌遊店 玩 然後 並且把你不知道的事情 跟 桌遊店的老闆問 他 會教你的 對 像我的話 目前最近的桌遊店 是兩個店 第一個是快樂小屋 那個 靠近零件診所旁邊的那家桌遊店 第二個是 柏根帝新時代管 都會發現我的足跡喔 對 我比較容易出現在這兩個地方 好 接下來 順便收拾 我就是 稍微講一個打型就好 大概 大概 大致上是這樣操作 啊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可能操作不當 之類的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對 我需要 有人跟我好好的互動一下 我可以去虛心的學習 對 桌遊這種東西 我也是 最近才開始 教別人的 要不然以前的話 我很少教別人 因為老實說 教桌遊就是 需要一個很大的勇氣 對 因為你要熟記規則 然後你要懂得去引導 不會玩的人 去如何進入 遊玩的情境 他其實有很多的模式可以玩 只是 看你要不要 認真的玩而已 喜歡棒球的話 會去研究說 每個打者他的喜新 每個故事 他其實非常的豐富 其實近年來台灣的桌遊 其實也是越辦越好 我是不確定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 台灣的桌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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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跟我介紹一下 這個九級下班 到底是 哪個國家的桌遊 我覺得是美國 如果萬一不是台灣的話 那就是美國 其實台灣也可以創造 屬於自己的棒球桌遊 老實說台灣 也可以跟那個 中華職棒合作 對不對 官方授權的桌遊 這樣玩起來 大家也都有參與感 然後順便 帶動國球的 那個熱情 不要每次 就 怎麼講呢 經典賽 還是那種 國際大賽的時候 才看棒球 那個不是 平常的時候 稍微去參與 我沒有說 叫你下去玩 你官賽也是 對對這個產業的 幫助 前幾天遇到的 報紙腿 方長永泰 也是非常的 去注重這塊 就是 有關於體育 體育方面的 尤其是偏向棒球的貢獻 這其實都還蠻 還蠻多的 有看他那個超級 王牌棒球隊的人 你就一直知道 說他其實 對於棒球 其實貢獻的行力 其實是非常多的 也是不予一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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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目前能拍攝的東西 就是用手機去做 拍攝 沒有 太多 太多就是 可能 比較好的東西可以做為拍攝 所以有點可惜 要不然 我也想要呈現過更多面向的桌遊方式 呈現給 呈現給各位觀眾 那好 那我還是介紹一下那個好了 介紹一下每個 打者 然後 每個 每個打者 守衛 然後故事 剛才有一個打者的 我已經介紹 就是唾液取守的 就請大家記得 他其實是非常強力的投手 對 就是棒球男生女生都可以打 重點是參與度 對 桌遊 桌遊的精緻化也是很重要的 在介紹打者之前 我還是先介紹一下那個擊球幫助卡 來 有看到嗎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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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看 Chance嗎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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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有三種的結果 就是打者跟投手互動 揮棒大於控制 揮棒等於控制 揮棒小於控制 揮棒等於控制 揮棒大於控制 然後壞球好球好球 壞球就壞球擊球 好球擊球好球 然後接下來是搖動球星 搖動球星剛才介紹過就不再追溯了 好 接下來介紹每個打者 你要幹嘛你要入鏡喔 好 好 那就 把每一位打者講完之後 然後我也差不多 就要把它收拾乾淨 對 先收拾好了 怕中 我跟他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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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撞門 我媽撞門 現在我媽嚇到 這個會崩潰啊 我太壞了 我真的很均勻 好 那就 來 認真的介紹 那就用我最舒服的鏡尾 然後推到 推到這個角落 1號 1號 曼尼 暴格合 投手 左手 力量型 他是1號 噔噔 總定靈 介紹2號 新人 漢納奇 游擊手 右手 介紹3號 新人 小英雄 他是頭手 右手 控制型 噔噔 接下來 4號 金 羅紐斯 三枚手 左手 噔噔 5號 介紹一下 來斯里 入 頭手 右手 力量型 噔噔 6號 預期 老達 頭手 左手 技巧型 噔噔 噔噔噔 剛才是6號還是7號 6號 OK 是在這號 Number 7 7號 噔 馬天尼 二雷手 右手 噔噔噔 燜 Smells 8號 安危 馬一華 一雷手 又熟 燜 那種 噔噔噔 噔噔噔噔 9號 墨里 洛瑪 工具人 右手 10號 赫里根 炮騎師 先發頭手 右手 控制型 以上是前10位 另外還有8位 11號 開始 墨里 右外野 右手 倒 12號 虛能 伊凡 羅 巴 托 左 游擊手 左手 倒 13號 起立 藍寶 中外野 右手 倒 14號 比特爾 斯密特爾 左外野 右手 15號 費列蘭 斯塔 補手 左右手 就是兩手都可以打的意思 16號 秀坡 蘇左 先發頭手 左手 技巧型 倒 17號 落臂 杜魯門 三壘手 右手 倒 12號 厚軟 燈跑 18號 荻特尼 霍白師 外野 右手 掃 隆重出場 壓軸響應 噢 喉嚨有夠痛 以上18位 投手打者 介紹完畢 剩下的劇本一人操作的系列 可能 之後就要好好的去研究投手才能 跟大家介紹了 其實一個人就是在捉摸 就是更喜歡棒球的路上 就會想要玩的遊戲 最後收尾一下 來了 9G下半是值得你遊玩 與棒球迷之間 對意最佳良氣 必備良藥 歡迎你喜歡棒球的人 記得一定要玩哦 感謝大家 See you next time